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正常菌群中也有一些细菌具有两面性 在特定的环境下可以引起疾病 这些就是机会致病菌 首先我们看一下正常菌群 Normal flora 正常菌群是指寄居在宿主体内 对宿主无害而有益的微生物群的组称 一般是指正常人的体表和与外界相通的眼睫膜 口腔 鼻咽 肠道 泌尿生殖道等腔道粘膜中的 不同种类和数量对人体无害而有益的微生物 其中大部分为细菌 所以也称为正常菌群 正常菌群在不同宿主 同一宿主的不同部位分布是不同的 人体携带的细菌总量约为1500到2000克 其中肠道占80%以上 正常菌群由两大部分组成 主要的一部分是原极菌及优势菌群 另外一部分是过路菌 一般数量比较少且停留时间短 二者共同构成了机体的微生态系 这个图给我们显示的是人体不同部位所寄生的正常菌群 图中可见眼睫膜 外耳道 皮肤 肠道 等许多部位 继续的种类不同的细菌 人体作为高度进化的生物 既然保留了如此多的细菌 势必有其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看一下正常菌群的生理作用 首先是生物结抗作用 主要是抵抗外来致病菌 维持正常菌群内的平衡 保护机体 免受感染 第二是营养作用 参与机体代谢 产生维生素等供人吸收 例如大肠IC菌 在肠道中可产生B族维生素和维生素K等 供人体的正常代谢所需 第三 免疫作用 促进免疫器官发育 第四 抗衰老作用 一些细菌如双齐杆菌等 可产生过氧化护其化酶 SOD 此酶可降解养自由基 等有害的代谢产物 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的作用 第五 抗肿瘤作用 有实验证明 两组相同的小鼠 一组为正常状态 具有正常菌群 一组为无菌状态 当给这两组小鼠接种肿瘤细胞后 无菌小鼠肿瘤生长迅速 很快就死亡 而正常小鼠肿瘤生长比较慢 生存时期明显延长 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促进免疫系统的作用 抵抗肿瘤 还可以产生一些代谢产物 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来说明正常菌群对机体生长发育的作用 途中有两枚受精卵 一枚在无菌环境下浮育 另一枚在正常环境下浮育 浮育之后的基础 一只仍放在正常的环境下生长 而另外一只放在无菌环境中 所以一只是有正常菌群的正常基础 另外一只是无菌基础 将两只基础进行比较 发现其形态没有什么差别 但比较他们的主要生化代谢免疫学指标 就发现他们有很大的不同 与正常基础比较 无菌基础的消化道上皮细胞比较薄 盲肠扩大 需要补充维生素 而且新输出量也降低 代谢率降低 淋巴系统发育不完善 对低剂量感染因子 及机会致病菌易感 说明正常菌群在机体的发育中是必须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微生态平衡与失调 微生态平衡是正常微生物群 与其宿主生态环境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 生理性组合的动态平衡 微生态失调是正常微生物群与宿主之间的平衡 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被破坏 由生理性组合转变为病理性组合的状态 在正常情况下 正常微生物群与宿主是互生状态 因为某种原因产生转变为抗生 最后形成偏生 造成微生物环境的失调 最后我们看一下机会致病菌 机会致病菌在正常情况下 属于机体的正常菌群部分 对人体没有致病性 但在某些条件下 例如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 正常菌群中的一部分就可以产生致病性 这部分我们就叫做机会致病菌 机会致病菌造成感染 一般来说是有条件的 其条件包括 一 定位转移 比如大肠癌细菌 正常在人体的肠道 如果进入肠道以外的系统 如密尿道 呼吸道 血液循环等 就会造成相应部位的感染 二 免疫功能低下 当宿主的免疫功能 由于各种原因低下时 比如营养不良等 也容易发生各种机会感染 三 菌群失调 当宿主长期使用激素 抗生素等情况下 菌群会发生严重的紊乱 此时机会致病菌 就容易发生感染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